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做一个传统传菜 白油酱香外面 这个是一个四顶菜 所谓的白油 一般来说就是猪油 首先我们来点猪油锅里面 油温起来以后我们加肉 这个我用的是肥瘦5米5的肉 这样子炒出来的外面才香 我的肉加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肉不建议大家就是搅得太细了 粗一点它吃多才有肉的感觉 肉下锅了以后 给它加低点黄酒 然后把香味给它炒出来 特别是肥肉的部分一定要给它熬出油 煮油了之后它吃的才不腻 炒香的时候不要着急 因为油有点多 鼻一点出来 来锅头你还剩的油很少了 相对来讲 你说我们把甜面酱下锅 下锅之后它炒散 酱香味炒出来 加一点酱米汁 好 让我们的外面下锅 给它微微炒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来加水 水一时间加够 这个菜大概二十分钟大火收吃 外面也就融了 这个菜不建议把脂水收得特别干 因为我们吃的时候一般都是舀到碗里面和饭 半多一起吃的 对了时间到了哈 因为甜面酱的盐肯定是不够的 加点盐 然后微微来低点白糖 这个就是做弯道菜的绝合 弯道加低点白糖 特别的炫 这个菜哈我建议就不要挂入味精几斤了 没得必要 最后有时候我们要给它勾点芡 芡也不要勾太浓 搞定 断火 八色板真的是 这菜最大的优点就是香 最大的缺点就是特别费米饭 咬一瓢 姜香味特别浓 八色板